老年人必须重视腿脚的问题 一、当我们变老时,我们的脚腿必须始终保持坚挺 二、当我们变老时,我们不应该担心,我们的头发变灰或皮肤下垂或皮肤皱纹 三、在长寿的迹象中,如美国预防杂志所概述的那样 强壮的腿部肌肉被列为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肌肉 四、如果两周不动腿,则腿部力量会降低十年 五、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 无论老少,在部活动的两周内,腿部肌肉的力量都会减弱三分之一 相当于老化二十至三十年 六、随着我们腿部肌肉的衰弱,即使我们进行康复和锻炼 它也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七、因此定期进行的运动如步行非常重要 八、整个身体的重量负荷,仍然保持在腿上 九、脚是一种支柱,承重于人体 有趣的是,一个人的体重中有50%位于骨头中 而骨头的50%则位于两条腿中 十、人体最大和最强的关节和骨头也在腿上 十一、强壮的骨骼 强壮的肌肉和灵活的关节形成的铁三角 承载着人体上最重要的负荷 十二、70%的人类活动和生命中的能量燃烧 是由两只脚完成的 十三、你知道吗 当一个人年轻时 他的大腿有足够的力量抬起一辆小行车 十四、腿和脚 是身体运动的中心 十五、两条腿拥有人体50%的神经 50%的血管和50%的血液流过它们 十六、这是连接身体的大型循环网络 十七、当脚和腿部健康时 常规的血液流动就会顺畅地进行 因此腿部肌肉发达的人肯定会拥有坚强的心脏 十八、人体老发 首先从脚部开始再向上发展 十九、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脑和腿部之间的指令传输的准确性和速度会下降 这与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 二十、随着时间的流逝 骨骼的钙质早晚会流失 致使老年人更容易发生骨折 二十一、老年人的骨骼骨折后 很容易引发一系列并发症 尤其是致命性疾病 例如脑血栓形成 二十二、您知道吗 百分之十五老年人一旦大腿骨折后 会在一年内死亡 二十三、锻炼腿部 即使在六十岁以后或更大年龄 也永远不会太晚 二十四、尽管我们的脚腿会随着时间而逐渐衰老 但是锻炼脚腿是终生的任务 二十五、只有加强腿部锻炼 才能防止进一步的衰老 二十六、请每天至少步行三十至四十分钟以上 以确保您的腿部得到足够的锻炼 并确保腿部肌肉健康 好,谢谢大家